气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玄学 避开了所有欧美睫毛膏的雷区 就是你又想让别人觉得你很可爱很俏皮 然后又想展现自己那迷人该死的魅力的时候 我这个眼妆怎么变成紫色的了 Hello大家好我是Kid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上一支视频呢 我们聊了我近期比较爱用的一些护肤品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我近期用到的一些比较好用 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用的一些美妆类的产品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欢迎你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并且点开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条视频的通知啦 我感觉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们聊过彩妆了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一口气来讲四盘眼影盘 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最近能买这么多的眼影盘 那第一组眼影盘呢 都是来自于CharlieTuber他们家的四色眼影盘 这两个颜色 他们的风格 还有他们打造出来的妆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真的每一个都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我们先来讲这个气场比较强大的Queen of Glow 那他的话呢 真的是照片没有实物好看 就他的实物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真的就觉得 哇塞 这个颜色真的也太好看了 到现在为止呢 我已经把它买回来有快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每一次 当我把它从抽屉中拿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哇真的好好看 他真的每一次都能给你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他打造出来的妆容呢 整体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深邃 很迷人 然后又比较闪耀 但是又相对比较日常的一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里面呢 有三个是珠光色 一个雅光色 雅光色呢 是比较深的眼尾加深的那种棕色 这个盘当中呢 整个四个颜色 所有颜色的显色绿度也好 预染程度也好 都是数一数二的棒 那唯一质地不太一样的呢 是它的这个雅光色 那这个雅光色呢 会比较 呃 糯糯的软软的 然后比较丝滑的感觉 用起来呢 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因为这个棕色啊 真的是你在刷藏稍微占那么一点点 你就可以运开一大片 所以呢 就是用它的时候呢 手要轻 那另外这三个珠光色呢 基本上就是Shirley Tubery他们家正常水平的发挥 细产本身呢 颗粒感不是很强 然后呢 和你的皮肤贴合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光泽度 就是那种很高级 很惊艳 然后又很美的那种光泽感 最出彩的 就是它的比较温暖的 然后整个色调饱和度很高的 铜黄色 这个铜黄色 我觉得是整个这个四色眼影里面的点睛之笔 叠加在眼睛上之后呢 会瞬间提升你整个妆容的层次感 还有饱和度 这个盘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 你日常生活里可以用的 很有气场 很有质感的眼妆 因为一般呢 像这种气场比较足的眼妆 它们都是平常生活里涂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 好像你要马上去参加晚宴一样 就妆容有点过重了 然后气场有点过于强大了 但是这个的话呢 正是因为它有那种粉色啊 然后香槟色这两个颜色 就是让它整个妆容的那种冲击性 没有那么强 然后但是呢 又会打造出一种很深邃 然后很有质感的感觉 那跟这个Queen of Glow的眼影盘 刚好气场完全相反的 Pillotalk的另外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里面呢 就全部都是珠光色 但是啊 我说到这里你们也就想到了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 如果你是肿眼袍的话 这个盘呢 就可能不是非常适合你了 但是 如果说你平常眼睛不是那种非常肿的肿眼泡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它的整个颜色 因为你们也能看出来它的颜色还是比较深 比较往里收的颜色 就算是珠光色 它至少不会说显得你眼睛很肿 那这个盘里面呢 四个颜色 全部都是珠光色 里面颜色比较浅的 比较打底的颜色呢 是香槟色 还有玫瑰金色 还有裸粉色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深的深棕色 这个珠光色的眼影盘呢 它的整体质地 其实和Shelie Tube 其他所有的眼影盘差不太多 然后呢 这几个珠光色 都是你稍微使劲按一按 你都能感觉到 它们是相对比较软一点的那种质地 然后呢 有一点点一点湿湿的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那这几个颜色呢 也是非常的好运开 而且呢 它可以和你的眼皮 就是非常好的 非常服贴地贴在一起 整个妆容的话呢 很服贴 然后也比较有质感 但是 它有一个比较 比较 不知道算不算是问题的问题 就是这三个颜色 这三个比较浅的珠光色呢 它们的显色力度 是我见过欧美盘里面相当淡的 就是它甚至有时候 我都觉得它不如那个 韩国的眼影盘显色 我觉得主要最大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因为它们这个里面 这几个珠光色呢 不是底色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更突出的是 它的那种珠光的感觉 如果你非常喜欢那种 叠加出来的眼妆 这一盘就真的很适合你 因为这些眼影 它的显色程度不是很重嘛 所以你把它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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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加了之后 它整个妆感会很通透 然后会很清透 而且呢 会显得你整个眼睛非常的有神 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ShiroTuber原版的 就是里面有哑光色的 那个Pillotalk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我刚刚一直在说的Pillotalk Pops 那它们两个我觉得 整体的妆容都是裸粉色色系的 然后呢 也是那种棕色裸粉色的感觉 它们两个出来的妆容的 整体的感觉呢 也都是那种比较可爱 然后比较活泼 比较减零的 但是又很有气质的感觉 但这两个眼影盘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ShiroTuber原版的这个 会更通勤一些 就比较稳重一些 那Pillotalk Pops这一盘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在可爱的基础上 又多了很多的魅惑的感觉 就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你去约会 或者是去参加晚宴 这些社交活动的时候 就是你又想让别人觉得 你很可爱很俏皮 然后又想展现自己 那迷人该死的魅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盘就很适合你 那所以这一盘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适合通勤 就是这两个 说完ShiroTuber之后呢 下一个即将登场的 就是本次视频最闪耀的产品 来自Colourpop的All That Glitters 这整个眼影盘啊 你没有看错 这整个眼影盘 全部都是特别大的闪片 注意我说的是闪片 不是珠光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闪 这个眼影盘呢 其实我很久没有去逛过 就是Colourpop他们家的官网了 然后我也对这个眼影盘 一开始是不知道的 就有一天晚上 我都快要睡着了 我闺蜜给我振醒 然后跟我说 你快去抢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这个眼影盘超好看 它真的是盯着我 把这个眼影盘下单之后 截屏发给它 然后它才安心的去睡觉 它几乎整个眼影盘 全部都是那种非常大的闪片 就算是那种颗粒比较小的 也特别特别的闪 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风格 也是差别特别的大 然后我今天还特意 把它们重新摆了一下 哦对 它是可以摘下来的 就是它每一个 都是那种吸铁石的 这样子吸在上面的 然后所以如果说 你后续不想要 其中的一个颜色了 想要替换成别的颜色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取下来 然后换别的颜色就好 它整个的风格呢 就是从可爱到轻熟到成熟 一应俱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手臂湿色 它总共是有三种色系 紫色系 然后西柚 偏粉红一点的色系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金属色系 它这些闪片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不管是它什么颜色 它的闪 都不会说是非常单一的那种光亮 它每一个颜色 你往细的看 都能感觉到 它在闪出那种不同的颜色 这里面呢 我觉得除了西柚 粉色这两个颜色之外 然后另外这个紫色 和这个上面偏白一点 白蓝白蓝的颜色 那除了这四个颜色之外呢 其他的这些颜色 都不是非常的挑季节 时间关系 我就只跟你们说两个 我觉得这个盘里面最特别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那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西柚红色 这个红色我真的在其他眼影盘里 从来没有见过 然后它上手之后呢 是有一点点那种 它的底色啊 其实是用比较小的细闪组成的 上面覆盖着比较大的 然后颜色大小不均匀的那种闪片 然后整个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又活泼又可爱 然后很充满活力的那种 很氧气的感觉 我觉得夏天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颜色 真的太好看了 再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金属色里面 泛着紫色的闪片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就是 整体的感觉存在感要强很多 然后呢气场比较足 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 朋克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颜色 然后但是一定要记得 这种颜色就不要涂得太重 就除非你追求某种装效 不然的话就是有可能 会有点太闪了 好我们来说一下它们的质地 那所有这些闪片呢 全部都是压制而成的那种glitter 就是闪片的感觉 那它们这些质地呢 都是比较干的 而且呢会软软的感觉 但是呢你不用担心 就是它干就不会附着在你的眼睛上 它们的附着力都很强很强 基本上我用它们上妆呢 就是手指轻轻一蘸 然后整个手上就闪的不行了 然后你在眼睛上这样一涂 立马就可以上妆 所以呢你们涂的时候呢 也不要把它们当成那种普通的 就不是很好附着在眼睛上的闪粉来用 就一定要下手要轻 我已经用它涂过好几次了 因为就真的这个颜色真是太好看了 就每一天你都想尝试不同的颜色 点在你的眼睛上 那这些闪片呢 虽然是比较干的那种质地 但是它吸附在眼睛上之后呢 其实是不会掉下来的 就是很偶尔很偶尔 就是你低头的时候 会看你一片这样子就飘下去了 但是你不会出现那种 什么上眼皮的那个闪粉 掉到下眼皮上 然后或者掉在脸上 都不会完全不会有那种情况 然后也不会出现 大面积的脱落的情况 那毕竟是colourpop 所以呢性价比是一如既往的高 它是12刀 然后呢12个颜色 我个人觉得非常划算 而且虽然对于就我来说 可能会去买更多的产品 但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呢 它本身的这个跨度就很大 就是从各种各样的风格 然后各样的季节都可以考虑得到 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 真的是大半辈子都够用了 他们的官网上 好像还可以就单独买这个铁盘 然后你自己去搭配 所有的颜色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种人 有点那种选择困难症 你要让我自己挑的话 我可能这个视频这辈子都出不来 说完了刚刚那三个盘之后呢 接下来这个盘 是当时我本来想要放在 Sephora八折的那个视频里面 给你们推荐的 结果呢到手之后 我发现 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当时对它的期待值很高嘛 我又不想去把它放在吐槽里面去讲 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 跟你们分享 但是用到现在 我真的对它的印象不是很好 那么就有请我们的最后一个眼影盘 来自Huda Beauty的Nude 那这个眼影盘呢 它一共有三个色系 我这个呢是Light 然后另外有两个 一个是Medium 还有一个是Dark 那我这个呢 打开之后 你们就能感觉到 当时我喜欢它的一个特别大的原因 它整体的配色非常的气质 而且呢也很稳重 当时呢又刚好是冬天嘛 我又觉得很适合这个季节 那到手之后呢 我觉得它整个这个颜色 就是你眼睛这样子看过去 它和官网上照片的颜色 几乎是没有任何色差的 它一共呢有九个颜色 四个珠光色 五个雅光色 它的蕴染程度也好 飞粉程度也好 还有它的着色力度也好 都是Huda Beauty 比较稳扎稳打的那种质量 而且它的珠光色也是尤其的软弱 并且很好上妆 我说到这儿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为什么要吐槽它 为什么觉得它不好 我们现在说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买这个眼影盘的目的是为了让它能提升我的气质 但是呢当你用了这个眼影盘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好驾驭 你想用它来提升你的气质 而实际上呢这个眼影盘是你得先有气质 然后它才能够让你的气质更上一层 它对你本身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比平常的盘要大很多 你首先要摆 然后你还得有气质 然后才能驾驭的起这个盘 所以我就觉得到现在你们也能看出来 就是我用尽全力 能想起来能够用到它的时候呢 我都在用它 但其实我也没有用多少 就我实在是很多时候涂出来它的那个效果 真的就是一眼难尽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眼影盘 它对你本身的化妆技术是有要求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化妆技术不到位 你也驾驭不好它 就比如说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是这里面相对比较浅的哑光的粉色 其实当时这个眼影盘的这个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其他眼影盘里很少能看到这个颜色 但是就是因为它太浅了 然后呢又着色力度比较高 所以你涂到眼睛上的时候 就首先你如果不够白 你涂到眼睛上就会显得很脏 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涂多了 或者是你孕染的不到位 或者是你这个盘的颜色没有搭配好 就是会给人一种巴拉巴拉小磨仙的感觉 第三点就是我对它最不理解的一点 就是这整个盘你们这样看过来 它是那种棕色然后裸色系的感觉嘛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用了它可能过个四五个小时这个样子 你偶然间拿出镜子这样对自己一照 你就会发现 诶我这个眼妆怎么变成紫色的了 就是那种暗紫暗紫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 我第一次用它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没有把它放在 那个SFAR的视频里面讲 你知道这个眼妆它一旦变得 就是那种偏暗偏紫色调之后 就很容易显老 就讲句实话就这一点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 到底是光线的原因 还是说它会氧化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几个颜色我明明涂的是棕色 然后呢它上手试色也是偏棕色的色调 但是它只要一上眼睛 撑不了几个小时 就立马变成了另一个色调 另一个眼妆 那当然了 虽然说我对整个眼影盘的感觉 就是一般般 它的珠光色 这个粉色还有这个紫色 都是我觉得相当出彩的两个颜色 那这两个珠光色呢 也是在其他眼影盘当中 不容易见到的颜色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 气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玄学 我觉得想要提升气质 我们还是好好的多读书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两个primer 这两个primer的话 我们先来说这个 我新发现的牌子 叫Hey Honey Good Morning Honey Silk Facial Serum 我觉得是我近期发现的 干皮青霸妆潜入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官网说呢 它是所有的肤质都适用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油皮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它太滋润了 它的质地真的和乳液一样 有一点点稠稠的 比较水润 然后偏黄一点的那种颜色 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一般我用它的时候呢 只需要按一下就好 那如果有的时候脸会觉得比较干 我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呢再手心搓开 然后全脸这样子涂开 就和你平常涂护肤品是一种感觉 涂到脸上之后呢 它的感受也非常的像护肤品 就是很润 但是又不厚重 再一个呢 它的味道我尤其喜欢 因为当时买它的时候呢 你们看它名字也就知道嘛 它是这种蜂蜜的味道 但是我其实并不喜欢那种很原始的蜂蜜的味道 我又觉得特别的厚重 然后呢又很甜腻 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的那种香味 但这个的话呢 明显是我觉得后面有人工 就是改过它的那个香味的 它的味道会更清甜一点 更清爽一些 但是呢 你也能闻出来 这个就是蜂蜜的味道 你们一听到它名字 肯定就知道 它是面部精华加primer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呢它里面的成分 也是有很大量的保湿的成分 然后以及一些氨基酸的成分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顺滑 它没有任何的颜色 你涂到脸上之后呢 稍微停个一分钟这个样子 再去上底妆 你就会发现它和你的底妆搭配的非常的好 就两个东西可以完美的融合到一起 因为我粉底液不止只有一瓶嘛 所以不管用哪一个 都和它搭配的非常非常的好 妆感会非常明显的更加服贴 而且你也绝对不会出现那种搓泥的情况 再一个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它里面 有那种比较滋养的成分在 所以呢你这一整天 首先持妆度是OK的 然后再一个呢 你整张脸都是那种比较饱满 然后呢感觉就是时刻被滋养的感觉 除了滋润服贴 然后持妆度比较强之外 它还让你的脸会比较有光泽感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强调那种滋润 然后光泽度的一个精华primer嘛 所以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第一次随便便挑一个牌子 就能挑的这么合适的那种primer 所以整体来说啊 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牌子给干皮 那刚刚Hey Honey的这个primer 是主打的滋润保湿 那另外接下来的这个 Urban Decay的主打的就是持妆度 我买它 纯粹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用 他们家的这个 Long Lasting Makeup Setting Spray 我用了好多好多瓶了 我对他们家有一种名义一样的信任 然后尤其是他们家的这种定妆的东西 那这个primer呢 它主打的是持妆和保湿 然后以及平淡你的皮肤 但是我先说一下 就是它我觉得保湿程度真的不怎么样 质地是透白色的 也是和gel有一点点像的 那种凝胶的感觉 相比于Honey它会更清透 更清薄一些 全脸推开之后呢 完全无色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味道的 它的用量呢 也其实比较省 就是每一次稍微用一点点就够了 它的使用感受和前面那个 Honey是完全不一样 Honey的那一支呢 用下来整个感觉就是你脸上涂了 比较滋润的护肤品的感觉 那这一支Urban Decay的这个primer呢 它的感觉就像是 它会很迅速的渗透到你的皮肤下面去 然后呢 你的脸摸起来就是特别有抓力 就是感觉很容易就能把下面的 那个foundation给它抓住 我想了很久 怎么样去给你们形容就是用完它之后这种神奇的感觉 就是特别像你洗完脸之后 然后把脸上的水都擦干 但是你的脸还是比较润的那种状态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可能因为它渗透的实在是太快了 你的脸上就是很快会进入那种相对比较干的状态 然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我甚至就是刚涂完它 然后呢涂完粉底液 我的脸上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出现那种干纹了 所以总结一下 持妆力度很强 保湿不够 油皮的话比较推荐 干皮的话呢 建议夏天的时候用 或者是保湿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再用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遮瑕 然后一个是比较贵妇的 一个是比较平价的 然后这两个遮瑕它们的色号 我挑的都是比较偏浅的 因为我主要是用在眼下的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这里有一个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印记 就是莫名其妙有一天慢慢就长出来了一块像胎记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我的眼下需要提亮 那这个呢 因为我一般是在分底液之后会去遮瑕 也是希望它能够跟我的分底液融合的更好 所以一般我遮瑕的颜色也会相对浅一点点 Hourglass的这个呢也是它们家的一个新品 是叫Vanish Airbrush Concealer 那色号呢是Silk 是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它的包装很高级 就是用Hourglass高级的包装 然后也配得上它的价格 再一个它的这个刷头设计的也很饱满 你涂到眼睛上的时候呢也是那种蓬蓬的软软的感觉 它的质地呢完全不干 然后呢比较浓稠一点点 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它会在眼下卡纹啊 或者是干裂这样子 就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它的遮瑕力度很高 所以呢如果说你把它用在眼下的话呢 一定要就是少量去用 我用它来遮脸上的这个印记的时候呢 也是能够在最开始就把它遮得非常的好 然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会氧化 尤其是遮瑕如果你氧化了 然后如果你的持妆力度不是非常的强的话 就很容易 就是你整张脸就越来越斑驳 就其实我是能够接受它的遮瑕力度变弱一些的 但是它周围就开始氧化 然后开始变得粉 变黄 就是那个颜色明显就和我脸周围的这个粉底液 不是一个颜色了 所以这一块就会反而变得又暗又明显 然后所以这个是我对它不是很满意的一点 然后我也不是很推荐它 那另外这个呢我知道你们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美宝莲的小橡皮擦 可能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被种草了它了 但是呢在它风很大的时候 我就一直没有买来用 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不管是之前你们看那个创造101 然后还是什么最近的那些剧 我很多都是等它们全部都已经出了结局之后 就那个风过了之后 我才开始想看它们 就是在它们播的那个过程中啊 我是完全没有想看它们那个欲望的 所以很多产品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它特别火的时候 我是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直到它没有火了 直到它那个劲过了 然后我才慢慢的开始 这个东西好像不错 那这个颜色呢我挑的是110 也是比较偏白一点的颜色 那我们先来说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会比刚刚Hourglass的这个 要更水润一些 但是呢它也就会更清透更轻薄一些 遮瑕力度呢相对来说没有它那么好 但是呢因为它很轻薄 所以你也可以相对来说多叠加一些 没有什么怪味 它的这个刷头也非常的蓬松 很适合遮瑕和上妆 所以纯粹说性价比 美宝莲的这个真的已经完胜了Hourglass的那一支 它和我眼皮的服贴的程度非常好 在我眼下是最容易出现卡纹的地方 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卡纹的情况 而且呢它最好的一点就是不氧化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遮瑕 你眼下遮瑕的地方呢一定要最终用这个无名纸 这样轻轻的给它拍一拍 就是把它压平 这样的话呢那个遮瑕它能够在你的眼皮上就彻底无痕 但是又很遮瑕 而且很服贴 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遮瑕 一定要记得用量要少 你可以一点点叠加 但千万不要一次性用太多 不然就不管什么样的遮瑕 它肯定都是会很厚重 然后整个妆感就会特别特别的差 哎我发现美宝莲真的是平价之光 就我用了很多其他那种drugstore的牌子 都没有说像美宝莲这样子 每次都能够给我很大的这种惊艳的感觉 好所以接下来呢 也是美宝莲他们家的一个 呃睫毛膏 我自己都见戴了 真的就我从来没有用过就是 欧美产品线的睫毛膏好用的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你们能看出来啊 是我当时买一个 凹塔上面的东西的送的小样 然后不然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去买这种睫毛膏的 我当时当时专门挑了有一天 我不怎么出门 然后呢试一试的心态去试着它 结果没有想到它真的很好用 欧美睫毛膏在我们亚洲人脸上 最常见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亚洲人出油比较多 所以一定会运 第二点欧美睫毛膏比较追求浓密的效果 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毛发呢 又比较的细软 所以你一涂 一定就是慢慢慢慢就压下去了 第三点呢就是不够纤细 上妆的时候呢 很容易出那种苍蝇腿 但是这只睫毛膏呢 真的是完美地避开了 所有欧美睫毛膏的雷区 用它画出来的妆呢 就是根根分明 又很纤细又很纤长 而且呢绝对不会把你的睫毛压塌 最重要的是 它几乎不怎么晕 我最近呢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用它 那一般七天当中啊 我有一次到两次 到很晚的时候呢 它的下面 下眼瞼这个地方 会有一点点的晕染的感觉 这个预染的程度啊 几乎和我那只 Kiss Me的睫毛膏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 它也不会压快你的睫毛 就真的是把睫毛加强之后 它可以持续一整天 可是呢 它也不是说 完全就没有一点点的缺点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眼 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们看出来吗 它的这个刷头 虽然说是很根根分明 但是呢 有一点太粗了 怎么会这么粗 它的这个小样也是良心小样 就里面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每一次用它的时候呢 就能带出来大量的产品 倒不是说会一定粘到你的脸上 但你用它的时候 一定要手轻轻的涂 绝对不能心急 就稍微一心急 它就特别容易涂到你的脸上 就我不太懂 为什么欧美的睫毛高度这么粗 就他们的这个眼睛也太大了 不过呢 我有上网去看它正装的 那个刷头的弧度 好像要比这一只更尖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会更好上妆一些 你们知道录完这支视频 我准备去干什么吗 我准备去大扫除 我昨天从超市里买回来 好多那种喷雾啊 然后还有一些 瓶瓶高贯的东西 都是用来消毒的 我就准备把我们的家 彻底消毒一遍 然后呢 以后从外面进门的时候 就连鞋底都要喷 就是你们真的一定要注意 绝对不可以掉一清新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是Kid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